今天当然有个新闻 李施燕过了身 在网上大家看到很多评论 我觉得人 终究都要有一死 始终我都是那种态度 你说我比较保守也好 什么都好 哀经物弃 我们最恨的人也好 但是他这些没有政权 你拥有政权的人 拥有权力的人不知节制 然后胡作非为 荼毒生灵 那些就真是该死 那些就算有人去诅咒他 我都觉得没事的 他有权 但是他的家人 或者其他人 他这些没有权 虽然也有很多恶行 但是对社会没有影响 有时反而 负面的影响 还是刺激了我们那些 爱好自由的人 更加努力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每个人都要死 看看你怎样死 但是有些人 如果你诅咒他的时候 他应该不死 咦 死就很痛快 其实 对 就像我前两天 讲谭志同 那样 就是 忍死衰如 忍死衰如 代杜根 杜根是个人名 他是不怕死的 他讲得很清楚 有些人 就要走 走那些 可以令我们见到将来 有些人一定要死 不死 无以囚圣主 这个是 譚志同说的 无以囚圣主 圣主当时是说江帅皇帝 现在当然是说香港人民 我们留在这儿 要跟香港人民交代 所以去留 也有他的价值 也不需要说那么多 但是我们现在面对香港 就这样 例如我今天说这两件事 大家可能都可能兴趣不大 你喜欢听八卦 你喜欢听美国究竟会不会政变 特朗普会不会组织军队 内战 你喜欢听这些人 在那里说这些 那你就去听这些 对不对 我们说这些全部都是微言大意 现在的情况 你都这样 你不 等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拿到最新的资讯 最新的资讯 其实也不太详细 根据《苹果日报》的报道 《苹果日报》从多个渠道里面 获释 即是死忠蓝斯 孟筛梁振英的正义联盟创办人李诗烟 撤死中年56岁 据了解李诗烟在救护车到场之前 病情已经非常差 曾经使用AED的肌去复産心跳 但效果不明显 未入院已经死亡了 远方为他初步去做检测 发现体内含有无肺病毒 据悉李诗烟因为有病症 同时气速 今早16日 特召救护车 救护员发现他病得相当严重 其实医管局 连日来已经多番提醒市民 不论年纪 只要有轻微的不适 或者任何病症 都应该立即求医 而不是正待病症自行消退 或者服用承若了事 而李诗烟 其實她死之前 你会看到 她在她的个人Facebook专页中 最后一贴的发文 就是星期六十二日 狠批梁仲恒流亡美国 她的发文中 也有很多个文章 也会提及黎智英被告 勾结外国势力和国家安全 那些文章中 就是下一个 是谁应有此暴 独外香港支持国安法 这些真是灵鸣而死 而她的WhatsApp 最后的上线时间 就是星期一十四日的早上 可能她十四日星期一 已经是不舒服 就已经不舒服 所以现代人 其实很难不用电话 而且她可能有很多建制朋友 找她 或者阿爺给她任务 谁出席什么会议 要出去撑场 很多时候你会看到 李诗烟如果是一个员工 她是称職称名的 我刚刚也说了一点 她来每一个区议会 其实她每一次 她及早邓炳强来之前 她已经要等待 是 同时她要带领公婆婆 叫喊口号 甚至她准备鲜花的时候 甚至是不惜防疫的风险 她脱下口罩送鲜花给邓炳强的时候 你看到她真是 叫做很不错的行动者 比大波man 大波man 她单拖走出来 什么都没有准备 李诗烟虽然她所说的 邏輯混乱 但你看到她真的有示威牌 有她的道具 她要送花就有花 要遞信的时候 真的有信 不像大波man 另一个是杨广文 杨广文也不知道 平时很瘦的男生 她是… 我不是很懂的 你会看到李诗烟 在建制派上 作为一个行动者 我觉得她也算盡責 对于建制群组来说是一个震动 你想想哪一个 中央或建制人士 立刻要找一个人去顶替李诗英的位置 我想她长时间找不到 是吧? 你突然之间邓炳強 不知道可能几个月去区议会 不要说邓炳強 林郑落区 你也要有人去拘捕头马 声嘴烈揭 叫支持林郑 我爱林郑 你现在没有了李诗烟 还有什么人对你说的很好 大波man 不是那一段 什么傅振中 傅振中 傅振中 他另一个名字就叫自己阳锅 傅振中 他现在又没有了 那你突然间突然有人 找到像李诗英那样高质素的人 去帮建制再调期立喊 对吧? 未来你再搞什么支持国安法联署 你搞什么支持全民检测 没有人了 对吧? 那10亿、20亿的签名 哪里找回来? 不是李诗英帮你立喊作威 哪里有这么多签名 是,还有我想说 李诗英的口才其实很不错 是 我记得还有一次 应该是两年前的元旦游行 是 有一些人加入民阵的兵队 好像是 而且有另外一些电制的 我还记得他的名字 走过来说要挑我机 我还给他一支咪高峰 他说话也是说到 鬼吾馬鹿 李诗英 其实你会看到他走过来 出众的 你跟他辩论他有没有道理也好 起码他是 就是输人输阵 我记得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是他赞我英俊 有恨了,你也没有听到 就是这样的 去到沙田区議会 去示威 然后我觉得他真的很吵 然后我走出去的时候 然后他就指着我 你就是岑梓杰 真人真的挺帥 有恨得到他最后的遗愿 就称赞你 他对着我最后一句话 我记得也是一个善意的赞赏 你知不知道他之后 我没有理解出的公众材合 都是赞邓炳强帥的 是吗 是帥哥也帥哥 英文神没有 那些说法 不要紧张 我经常说喜欢的东西 好像去吃火锅的时候 跟配料一样 我们可能是不同类型的东西 刚刚也適合他的口味 不过我们先讲一些正经的东西 其实看回这一件事 好,回来12月16日的《啤梨漫步》 第二次回来了 刚才曾经尝试直播的时候 突然间发觉 有些故障 其实现在还没有救到 还没有搞到 那就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鬼味 我们的镜头拍出来 明明是绿布 是 是 那就变成了 雨雨黑黑 我们的样子都蒙蒙蒙蒙 变成了圈红色 是的,但是不要紧 就是我们是 什么 好像《啤梦》有句 什么 什么 行无愧作 心常坦 是的,我们是心常坦的 是 是 不同的 有些说话 什么 善恶到头终有报 很多这些东西 是 刚刚我们开始节目之前 有一个突发 就是正义联盟 是 真的很正义 正义联盟 李思彦小姐 小小 未知是为何 就是这么英年早世 有消息 是 是 初步确诊 这个武汉肺炎 那不会死的 立刻死了 一确诊就死了 不知道 这个真的不知道 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他说中年56岁 是 网友说买香槟 我觉得不要这样 真的不要这样 就是我们要对人 是有一些同理心 去到人死了 你才死了 我儿子都这么大 就立刻打了老爸 打了老爸 爆肝 就是老爸 是吧 也算是他完成责任 是 应该也算是走得无愧 那你想一想 他这样也写真了 还有 还有 他现在的势力 令到大家 这么有感觉 真是说 那都是 不是过得的 真的不是过得的 有些人死了 都没人知道 是吧 那他都叫做 你说是刘芳百世也好 唯秋万年也好 都叫做是 上世積了很多功德 是 不过 这一世他就積了很多 业在那裏 我也不要说那些政治 政治不要说 很闷 他只是欠人钱 那些人工钱 那些 是 还等了 那条阿叔就大了 早两年 他戴着口罩 说给他滚那个 没有八条东西 当然没有给人 他大哥更惨 是吧 就是大哥 那时候说 借了多少条东西 给他现在对驳公堂 现在他都走了 那时候他跟哪个都对驳公堂 他所有人都对驳公堂 跟阿肥桑 是 之前又拖欠一位女主持的钱 那叫做 就是网堂的事 也叫做精彩一生 你才 那你到尾尾也找到一个成俊哥 是啊 那我觉得 我自己估计还没有消息 是 因为他最后星期六 还有Facebook的 是 是 是 最后上线时间 就是星期一 嗯 那你说如果是 确诊武汉肺炎 他会不会是跳舞群组 还是怎样 不知道 他也是跳舞群组 很难说的 跳舞群组比他 是 那你说如果确诊 那时候确诊 那时候死了 那真的很害怕 真的要打科兴疫苗 如果你要找尸银 我们也见过面 尸银是尸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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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些人害死了你 那些蓝丝有没有 睡醒了 连你们那些偶像 都是被林郑搞不定 疫情害死的 是真是偶像 未必是 我觉得 这是这样说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等消息出来 我觉得他自杀的机会大 自杀 自杀 他们很奇怪 自杀 否则怎么这么短 死了 56岁 喂 有个成俊哥在这里 有不少自杀 很难说 或者就是跟成俊哥 咬得两句 一时想不开 就来了 OK 那我们讲新闻之前 都有一些穿底的头发 黑色那里 穿了 有些灵意 有些六色那里 又闪着闪着闪着 不是 其实我们可以 不出我们的样子 只能出一张backdrop 来做节目 只能出我们的声音就可以了 以后别人就拘捕 不担到我 又有很多朋友 OK 撕死机会大一点 Anyway 今晚就冬冬地 大家可以买点东西 打火鍋 始终在这个闻局之下 有些新闻 即是接二连三 但我们也是抱持住那种 不要落井下石 就像昨天长州的手足 不是手足 那个翻阴警察 是 就无端打爆自己的头 几粒 几粒 其实我经常说 新闻社会财务问题 财务问题 就是说真的 是 现在那些债仔 比债主 两样东西 你又不知道欠哪个钱 以及我们警察 不知道是什么基金 我昨天说过 有些亿糕多 你欠得多少 而你这些头头 不是欠百几十万 你欠得多吗 难道 Anyway 先讲一下新闻 虽然都不用赶出去吃饭 但是 都是尽早完 因为 免得太多 喂 你先跟我 老实说 是有些良子 我可以数得出 有多少样东西 第一 就是 我和他 是短兵相接 他被我吵了 哭了 真的吵了哭 不是说笑 极尽侮辱之能事 我现在 再重返那个状态 也不行 我喉咙不行 除非戴上喉堂 第二 就是 我铺了一篇文 不知道是什么文 Facebook 欲描他 接着他去报警 警察就打电话给我 他叫我下来 我说为什么我没有犯法 这个是很多年前 那时候警察还有计算 那时候是屈永延事件 之前之后 应该是 接着不记得了 接着他就说 警察说 哎呀 你无谓搞到我们 我说这个不关你事 真的不犯法 他说 他说 你也有几百人 Foreward 即是Foreward 几百人 那时候 他说 你也拿了彩 我说 阿sir 既然你这么说 我给你面子 他已经Foreward 不知不知道 去朱熙 你也不知道什么 那些 那些 有个 怎么说 有个 小小交流 那接着我们去做永延庭 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做 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不说 禁止 是因为我们过不过澳门 是吗 是 好了 那他就是我们其中有个同事的下线 但是他做永延庭 他做永延庭 他很有趣 他不单只没有自己买过永延庭 他还跟上线跑回来 是 很神奇 那时候我们有一两次的那些会议 就是开会 班牙奖 他也有出席 大家同事都没有当场再吵 就是去到那些长河 就是找食长河就没有了 成俊哥也在那裡 后来 真的跟他缘分不止于此 有一次我去马来西亚 这么有缘分 有什么人看 是啊 很奇怪 去马来西亚 反而你们去 特别你和波仔 阿东那些找他签名 写真集那些我没去 我不去做些事情 那时候阿东 不是阿波之强和阿方哥 那时候我记得你还说他是饮食 那时候他拍摄写真 那一年 可以说是见他这么多年状态最好的一年 就是搞肥 要不然阿方哥也会黏着他更开心的相片 阿方哥是否今晚可以拿回你们 拿回照片来悼念一番 不知道他 你也有份认 没有 你没有份认吗 你当波之强和方哥之流 阿东牛 阿波之强牛 是啊 他们很神奇 好了 有一次我又去马来西亚 去连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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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会坐连航 我都坐第一排 一阔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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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可能觉得呢 你能不能看一看 你能不能看一看 神奇 被我见到李斯仙带着小云帽 那些CAP帽 是 在靠着承俊哥 都不是靠着 就是他这样 承俊哥是这样 承俊哥是这样 八九几岁 就算打得火热都不是在这儿 做这些少男少女动作 那是飞机而已 没有领航去 是 我上去我刚刚拿去拿东西 你真的很幸運 我又想不到 那次之后在永廉庭 那些议会见到他 就是最后一次也是在永廉庭 我想我这一生也没办法再见到他 如果再见到他 真的可能要去永廉庭 真的不怕 但恐怕他未必能买到永廉庭 希望先一直好走 阿欣欣他现在应该是中阴身的 如果刚刚小小 飘来飘去的 我跟你说 你落到地獄 落到地獄了 因为我据说 那些人运魂魄 就有鬼卓带你落地獄 好了 如果你是善人的话 你去看见到我不知道 叫深见山 我除口记的 一片光明就立即上去 上天堂 如果中國是天庭 但以日李斯彥看來他不是賤人也不放棄善人 我一見到森建山,森建山就很光亮 嚇到他,光莫得照,就會失足 接著就跌到十八層地獄 是這樣的 十八層地獄,我們真的沒有做資料 不用做資料,隨口說 苦法別墅就能見到 不止這麼簡單,十八層地獄除了第一層 以及最底層 就沒有什麼小地獄之外 其餘,每一個地獄都有大大小小的不同懲罰 真的每一層都有不同的地獄 就好像你有沒有看 與成吳同行 韓國那套 其實類似就會有個判官 就判夠你的,譬如你有沒有奸人 你有沒有奸人,豐欺、歐利根 十大鹽王,四大判官 是啊,很麻煩 他有很多事情,而且地獄都與時並進 你說你沒有做雞蛋,你做援交 你又看鹹戲 看鹹戲都不行 是啊,大大小小的可能是小的 錢好像他那樣 不是,逐漲,又有另外的地獄 所以大陸的人世間,你所做的種種 那些判官全部都有記錄 然後交給鹹王或者判官,判夠你 好了,他又是這樣的,大家不用這麼害怕 你做好,壞事也好 原來你有些善行,可以對的 是啊 對的,好了 好了,李思彥呢 就有兩排搞了,喂,勾了褲子 好了 好了 那去到最後呢 最後過了所有事情了 有沒有聽過,喝碗幻婆湯 只要喝碗幻婆湯 只要喝完碗幻婆湯 就吵到陀琳明明 那李思彥就忘記了 吵到今世的種種 然後就再入輪迴,輪迴都有很多道 是 有時候有人說,我們八世修德 可以終於做人,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呢 做人都可能控腐的 是吧 有時候,你說做太平狗 難怪有些人輪迴做人之後 都要選擇做狗 是啊 沒辦法 是吧 老實說,這是講這個人的守衛 好了 那不要先說你 我都在這裡順便 我們怎麼說都好 叫他相識一場 就是希望他家人節哀 那程俊哥和他的姻緣 雖然也不算長 但是有時候快樂就可以了 有短短幾年 那時候他都說了 貴乎天長地久 是啊 曾經有過就算了 不過你吵到你老婆 你有沒有兩年 我真的不知道,好像很短 兩年,三年應該沒有了 兩年有 這樣也算是 那麼清楚呢? 那是粉絲 剛剛過年前 什麼都算是 怎麼說呢? 不知道 就是 你將他藏於心底 又或者鎮後生就找那個 要找那個好的 施燕也不難 要找一個類似他就很難 施燕至於當年 據說是否真還是假 他做過雞 我覺得他做過雞的機會很高 但是你說他是不是真的在家裡做雞 帶著嫖客回家 還是帶兩個回自己家 然後還要集交開P 然後被前夫見到 然後激怒到離婚 然後寡母婆帶著兒子 其實人家都離婚 你做雞還做雞 你不要帶回家 你帶一個別帶兩個 三批 一個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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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那些俱枉矣 不要再提 我覺得再提別人的事情是無謂的 也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是 人死為大 大家就不要鞭屍 說買香檳 始終是 變成我們都有點節福 可能都要多了 這個十八層地獄 你想要被人勾一下利根 就不想過了 是吧 你的利根就算是 有沒有也一定被人勾 勾一下 我們勾硬的 是 好了 藍仙明人 李仙英特尼西 是不是 不是啊 初步確診隱性 陽性 不奇怪 所以你要找林鄭 有這麼說 我們撇花兩件事說 雖然很多人是因為這個 武漢肺炎死 但是我到現在都覺得 這個太能少了 好想難死的 又或者 她根本都沒有確診過 死了才確診 驗屍才確診也不行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一個真的 有一個真的 跳舞群組 阿伯真的驗屍的時候 他才確診 藍紹天就說 最好的聖誕禮物 就是 Cin死了 又不要那麼黑心 如果你說更好的聖誕禮物 應該是 林鄭死了 那份禮物就會好些 因為這份 小菜一碟 始終是一個 沒權沒勢的人 Cin死了 Cin死了 五十多歲 有時候我都很感嘆 這麼近距離接觸過 我跟他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這麼近距離 很近距離 被我吊得哭 哇 好吧 好吧 但是 但是我幾年而已 這麼年輕 就絕然去世 都令人生命的無償 有無限的唏噓 我真的要警告大家 大家不要再因為 有人離世這麼開心 要不然別人就說我們糧薄了 OK 還有 今晚也好 別人出殯那天 大家不要穿紅衫和褲子 如果你想愛Disco Green 家人很淒涼的 不要這樣 好了